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美少女到处去吃拉面的电影 爱吃拉面的小泉同学 2,上集讲到小悠跟着小泉去吃了金色不如龟和二郎拉面 而这次小悠为了跟小泉一起吃拉面 早晨6点就起床集合 两人来到了窟内拉面新桥店 笋干,海苔,猪肉,葱丝一样不少 还多了一样小青菜 而小泉又开始活动手腕 他不是要打人,他是要吃面 接着他砸起头发 说了声我要开动了 就专心致志的吃起面来 平时冷冰冰的小泉只要一吃面 他就笑 看来追女孩一定要将他们喂饱了 吃完面喝了一口鲜汤 小泉又发出极度满足的声音 而小悠又被他的笑容吸引 看得跟花痴一样 但小泉突然收起笑容说 你怎么不吃 小悠说 我感觉吃不下呀 哪有大早晨吃拉面的呀 小泉说 在拉面之城福岛县的喜多方 还有静岗县的藤汁 都是早晨吃拉面 小悠感觉跟小泉在一起 拉面知识暴涨 感觉自己在吃货的路上 越走越远 课间时 小悠看小泉在听音乐 哪知一听之下 那不是音乐 而是啪啪啪的声音 小悠吓了一跳 小泉忙说 别误会 这是甩水声 原来小泉录下了 很多拉面店的甩水声 而且他还能说出 不同甩水声 都是哪家店的 什么净花面馆 还有边甩水边吆喝的 面屋 五脏面馆 大哥你这是甩水吗 感觉你这是甩锅呀 小悠叹为观止 又实在无法理解 这么漂亮的小泉 咋就整天满脑袋拉面呢 中午时分 小悠又跟踪小泉 发现小泉进了生物实验室 还点起了酒精灯 还往烧杯里倒牛奶 然后把方便面放在碗里 浇上热牛奶 小悠顿时看不下去了 他立刻现身说 往鸡汁拉面里倒牛奶 好恶心啊 但小泉却吃得津津有味的 似乎味道很好 小悠忍不住吃巴鸡嘴 于是小泉就让他也尝尝 小悠一吃之下两眼冒光 我了个去 吃个泡面都能幸福成这样 这样的妹子是不是很好追 小泉还传授经验说 经过他反复试验 加白碎的薯片和芝士 就成了土豆披萨风味的拉面 放天赋罗面酥和萝卜丝 和煎鱼花 就变成萝卜丝 乔麦面风味的拉面 三大碗制作好后 小悠说你能吃三碗 小泉说今天我只吃三碗 说放学后还要去吃一家 清淡盐味的拉面 这孩子新陈代谢可真好啊 而小悠也兴奋的要跟着去 小泉严肃的说我拒绝 但小悠并不介意 因为他知道 女生说的拒绝就是统一 女生说的统一 就是我等不及了 突然他们 秒头就看见阿美 给了他男友一个耳光 然后生气的走了 阿美分手了 虽然他嘴里大骂对方是渣男 但心里还是非常难受 于是心地善良的小悠 放学后要阿美一起去吃拉面 但小泉却临时改变主意 不去吃那家清淡盐味的拉面了 而是带他们来到一家 新辣口味的拉面店 名字叫做蒙古汤面中本 小悠说他不能吃辣 所以小泉就帮他点了个 辣度五级的 说再辣的不是你能承受的 但阿美却突然生起一股 失恋后的狠劲 说那我就点个超辣九级的 北级拉面好了 说我能吃辣 而且最近压力有点大 但哪知他刚要付钱 突然有人大喝一声 回头一看 正是上级里的寿子 而且还有胖子和慈祥大爷 你们不是二郎粉吗 咋跑到这里来了 咋了 叛变了 慈祥大爷说 二郎是我们的初心 但我们热爱的是拉面本身 胖子说小姑娘 可不能点北级拉 瘦子说 新手是吃不了北级拉的 而且招备上也写着 新手甚点 阿美一听害怕了 说那我降两级好了 那只小泉突然说 是啊 你肯定吃不了 北级拉是这家的 终极boss级别 不是你能打得过的 要想提升自己的等级 就必须经受重重重考验 就算是我也是花了一年时间 才能挑战北级拉的 然后他就点了个 830日元的北级拉 而阿美不服气的 也点了个北级拉 瘦子和胖子又崩溃了 感觉这俩大哥劝人 从来没管用过 然后三人就开始等候拉面 阿美七个不服 八个不愤的撇着嘴 而小悠的五级拉面 先端了上来 里面竟然有麻婆豆腐 老板你这是打卤面吧 但小悠却很喜欢 赶紧尝了一口 结果被拉的啊啊直叫 就像被踩了尾巴一样 没想到五级拉度 就已经这样了 此时店家端来了 北级拉面 白白的豆芽菜下 都是红彤彤的 阿美瞪大眼睛 心里在抽搐 小全说 北级拉面的汤头 使用了秘制味噌 并放入大量的辣椒 是顶级的辣度 小全满脸的兴奋 而阿美都快哭了 但自己要的面 死也要吃下去 他扭头看见小全 正看着自己 立刻开启不服输模式 说了声 我要开动了 然后加起沾满辣椒的面条 放进嘴里 顿时辣的 他差点抽出来 只好拼命往嘴里灌水 咳嗽不止 痛苦不堪 而此时小全 又开始活动手腕 迅速砸起头发 说了声 我要开动了 然后就加起一块子 红彤彤的辣面 几口吞了下去 哪知 他也被辣的满脸痛苦 小尤说 你不是不怕辣吗 小全说 其实我也不能吃特辣的 不过虽然辣吧 却很好吃 然后他又加起 火辣辣的辣面 大口吃起来 越吃越辣 越辣越香 吃得满头大汗 而阿美看着小全 无味的吃着 也不甘落后的吃起来 辣得嚎叫不止 边嚎边吃 边吃边叫 两人就像比赛一样 你一口我一口 吃得香汗淋漓 但阿美却说 虽然辣 但是确实很香 太好吃了 而小尤见两人吃得兴起 也继续吃起来 三个高中妹子 就边痛苦边享受 吃得汗珠滚滚 不亦乐乎 妹子们 你们这吃的不是辣面 而是火辣辣的人生啊 而瘦子和胖子 看得瞠目结舌 没见过吃拉面 吃得如此惊心动魄 死心裂肺的 最后面终于吃完了 阿美不知不觉 掉下眼泪 不知是因为拉面太辣 还是失恋太疼 然后两人就看着碗里的辣汤 毅然决然的端起碗 一饮而尽 然后就一起露出了 超爽的表情 只是这表情 不像刚吃完拉面的 倒像刚蒸了个桑拿 然后三人就 神清气爽的出了门 而阿美突然扭回头 对小泉说了声谢谢 然后高高兴兴的 蹦打着去 小游忽然明白了 说小泉你是为了 给阿美打气 所以才来的这家店吗 但小泉却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然后扭头就走 小游忙追上去说 我们明天再去吃那家 清淡盐味的拉面吧 那只小泉却冷冷的说 我拒绝 但小游早已经看透了小泉 一点都不在乎 又蹦蹦跳跳的追了上去 全剧中 这集介绍了两家拉面店 一家是枯内拉面馆 一家是蒙古汤面 中本面馆 更多好吃拉面 请看夏季 失恋了怕啥 吃完拉面就有新爱情了 失业了怕啥 吃完拉面就有新工作了 失望了怕啥 吃完拉面就有新希望了 失常了怕啥 吃完拉面就彻底发狂了 做个热血的狂人 还是做个平淡的常人 生活本来就平淡 我选择热血 生活本来就无聊 我选择疯狂 压力大就吃点辣的 脑袋昏就吃点苦的 没力气就吃点咸的 没人爱就吃点甜的 好了我要去吃面了 咕嘴白下次见 有猴